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当医生可能是很多孩子们心目中的梦想 更是许多家长们对他们的期许 但是要能够上到医学院 是一条不简单的路 我们今天请到了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两位律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分析 如果你要准备要读医学院的话 你要做哪些准备 欢迎两位律师 你好 其实当医生 其实CP值不高 当医师 投资报酬率来讲其实很辛苦 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投资 但是很多我们不能不鼓励孩子们 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 跟愿望有这样子的志向 我们还是要鼓励他 因为医生的愿景是要帮助人 是要救人 其实自己很辛苦的 所以如果小孩子真的有 那么慈悲之心要救人 而且比如说他的脑子也是很适合他的手 也是很灵巧的话 我们当父母的当然是会鼓励 更何况医生是每一个父母的一个愿景 是啦 因为就是工作上是很稳定 虽然很辛苦 但是呢 在全世界你都可以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职业 就是医生是很伟大的 要帮人 所以我们万里呢 也是要帮人 是帮客人零到一百的 零到一百岁 那其实 但是在特别在这个医学院的申请方面 其实是很辛苦的 在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做准备了 5个percent的录取率 进了那个program呢 你当然就很有机会进了Stanford 或者其他好的学校 那比如说像我们几年前帮助一个小孩子 他就是进了SIMER这个program 那当然提早申请申请Stanford 也进了Stanford 好优秀 是 那你进了Stanford之后呢 你是不是觉得说 我的第一志愿是Stanford 我提早申请我就要去读 错了 后来呢 继续再申请HYPS 另外再申请Harvard Princeton 还有Yale 结果呢 Harvard也收他了 哇 Guess what 他去哪里读 Harvard吗 去Harvard读 那后来呢 他是不是进Harvard 他就要当医生 是啊 可是问题是呢 今年毕业了 他是不是决定要当医生了 又改了 又改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这也是 为什么这个医学院的这个系统 在这边跟亚洲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这孩子们还在年轻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想法 有这样子的心愿 是非常的好 那往这条路走也非常的OK 那么也确实是很优秀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申请医学院的关卡的时候 发现说 我其实有别的选择 因为他可能眼界被打开了 他可能有别的志向 可能要去选类似的医疗的一些服务 但是不一定是做医科 但是呢我们的家长还是很喜欢小孩子 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 我将来要当医生 我将来要当律师 那我们还是请梁律师 跟我们分享看看 那高中的时候呢 小孩子要做什么才可以做一本联读 一本联读其实是非常竞争的 那当然你这个分数很好啊 你比方说你GPA学校应该希望是top1% 在你的学校里面 那当然新的SAT我想至少 1500 750 ACT应该至少34吧 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这个名单清单一列下来 其实这个是academic qualify 压力很大 没有就我们的小孩子academic qualify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些是属于在硬条件的安排 那当然还有一些软条件的 比如说呢 像我们有一个小孩 大家进了那个Brown的Pulmi 一本联读 他暑假做什么 他去那个City of Hope 到那个Intern City of Hope 那个是pay intern 也可以拿到钱的 所以不是去一般的熟悉活动 你要付钱的 希望你可以进得比较紧张的 不用付钱的 甚至像这样子的是pay intern 就是说你去工作人家付钱给你 是人家要你 要请你过去的 对对 这个显示是你的优秀心 是是 比如说很多小孩子 他们比如说去这个 这个UCLA的Hospital做这个 这个Volenteer 那这个时候爸妈从这儿 大老远地开过去 然后在parking lot等四个小时 像这样子管用吗 应该不是太管用 因为你在那个Hospital 你也许不是跟那个Doctor 在一起接电话而已 你也许推一下 轮移 轮移 那但是这个没有什么 对医疗的 就是最基本的 OK 那也许你 Shadow一个Doctor 我想更有效 所以就是说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选择在暑期 不管是要去暑期 进修班也好 或者是要做这个义工 就说你要 人家付钱给你的 对对对 那要申请的 对那是要申请 所以也是有竞争性 但是可以显示出 你对于走这条路的决心 persistent 还有够深够远 然后够持久 这也是他们要看到的 所以这个一本联读 其实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一条路 虽然是还是有 你想要看一本联读的话 等于是你高中四年 就要开始准备 应该是一本联高中12年的准备 这个真的是 14岁就开始准备 长期抗战 是 其实这个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条路没有错 但是如果说孩子 真的要走这条路 当然我们是要全力支持 全力以赴 但是如果说他们也觉得说 我们还是可以从比较传统的 这一条路 先念四年的大学 再来申请医学院 我们其实这也是 对他们来讲也是有优点的 因为如果说他们真的 想要改变一个方式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的 不会觉得说一下下的太重 太大的一个堵住 对这是一个堵住 这个其实孩子们都会在变的 所以希望呢 这个希望孩子们念 这个当医生的家长们呢 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参考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呢 等一下呢 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谈谈 财务上的一些规划 马上回来 还有一个人 就ät财务上来 三VI 看一顶 订队